颁发国民身份证与户口民部 意大利籍修女赵秀荣正式成为真正的台湾人 赵秀荣修女在新竹县兼十乡 传爱半个世纪 为原住民的孩童教育奔走一生 新竹县政府主动协助规划国籍 邱县长专程抵达纳罗部落 颁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感谢他对原住民部落的牺牲与奉献 赵宁是在55年前到台湾来 他有生之年 一定为了救害地的 所有的原乡 所有的乡亲朋友 付出爱心 更加的付出 我真的很感动 没有 说不出来话 我这个我的话要说的 我放在天主的手里 就天主抱大每个人 我没有做到的 我一个谢谢也不会讲 可是我的谢谢放在天主的手里 感谢每个人 保佑每个人 赵秀荣修女民国五十年 从意大利萨迪尼亚岛来到台湾 当时坚持相等偏远山区 各项生活物资缺乏 赵秀荣修女和大家一起建教堂 新办托儿所 先政府感谢她的付出 在不放弃原有国籍的前提下 颁发身份证成为真正的台湾人 在我们邱县长的推荐下 同意她规划中华民国国籍 最主要是不要放弃意大利国籍 她正式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国民 新竹县政府感谢为这片土地 默默奉献的每一位居民 赵秀荣修女的故事令人感动 也是继武丰湘丁松青神父之后 第二位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人职人员 新竹县有您真好